1 2 3 2 1 開始 閻琳之卡遊戲規則 拿到你的閻琳之卡紙牌了嗎 我是北藤貴 我是頭刀 現在讓我們立刻帶你成為閻琳之卡的大師 閻琳之卡是一個有名創刷刑事件的場合遊戲 像這張卡片 建築鼠北藤貴 來大家看一下這裡有一個數字250 如果這裡有數字的話代表這張卡片的最高發行數量就是250張 退站之前先認識一下場地 首先 左上角這邊是放以生物卡的地方 生物卡被放置的數量沒有限制 然後在牌組跟本場的中間這個地方 是座椅卡 圈套卡還有板子卡放置的地方 這邊的卡片也沒有使用數量的限制 然後呢 右上角這裡是場地卡放置的地方 在這個地方只能存在一張卡片 如果你有新的卡片要放 舊的卡片就要放進墳場 然後這裡呢就是你牌組放置的地方 右下角呢則是墳場 也就是說把卡片使用完畢之後 我們就會把它放到這個地方 做一個儲存 你也可以把這邊想成是選手的退場區 排組構成 排組構成限制 同名的卡片最多只能編入三張 排組總共可以拿40張以上 對戰開始 首先兩個玩家交換各自的排組 然後洗牌避免作弊 之後呢把牌組還給對方 你自己拿自己的牌組進行遊玩 然後呢 雙方把洗完的牌組放置到自己的牌褲 然後把牌褲放進來 雙方進零 第一 決定先後序序 Peple Seas Stone 我贏了 我先 首先每個人都有五點生命 生命值 抽牌 雙方各抽五張牌 我的回合 我先開始 首先每到自己的回合的時候 都要從自己的牌褲頂端抽取一張牌 然後生物卡就是我們的重要選手 我的手牌中有兩張生物卡 生物卡怎麼辨認呢 你可以看你的卡片右上方有一個DNA符號 就是生物卡囉 使用生物卡 生物卡使用具有以下條件 第一 生物卡只能在自己的回合使用 第二 使用生物的時候需要費用 我們來看一下 生物卡右上方 DNA符號底下有四個圖案 這四個圖案就是你生物的能量標示 同時呢 它也代表著生物進場所需要的費用 第三 能量等於五或是五以上的生物卡 你一回合只能使用一張 生物要怎麼進場呢 首先 生物可以有攻擊跟守備兩種狀態 進場 指的進入為攻擊狀態 上把天竹鼠偷刀採取攻擊 攻擊狀態的時候使用攻擊數值 天竹鼠偷刀的攻擊力是400 本的進入的時候是守備狀態 上把天竹鼠偷刀採取守備狀態 手配的時候使用的是守備數值 天竹鼠偷刀的守備力是600 好的 那現在讓我們來召喚生物吧 現在我們看一下 我的場上現在是空空的 你的第一回合 場上目前還沒有生物 如果場上是沒有生物的時候 我們必須從手牌裡面支付生物的費用 才能讓生物進場 首先 選擇你要召喚的生物卡 放到你的生物區 上把天竹鼠偷刀採取 那進場的時候 我們必須支付天竹鼠偷刀的費用 第二生物卡進場的時候 你看看你自己的手牌中 有沒有等於或是比你進場生物 能量還要大的生物卡 可以當作費用 然後把這張卡片放到墳場 使用天竹鼠北藤貴當作費用 好的 讓我們實際做一次 上把天竹鼠偷刀 把天竹鼠北藤貴當作費用 然後我要讓天竹鼠偷刀呈現守備狀態 OK 我的生物召喚完畢了 然後天竹鼠偷刀進場 發揮偷刀的效果 偷刀進場的時候 我場上只要類別是天竹鼠的生物 都不會受到你的卡片效果影響 然後呢 我所有天竹鼠的生物 手背力都增加100 所以現在天竹鼠偷刀的手背力上升100 從600變成700 好 我的回合結束了 輪到你了 輪到你了 北藤貴 輪到你了 北藤貴 出牌 先把天竹鼠北藤貴 把天竹鼠偷到剛作費用 把天竹鼠北藤貴在場上時 你獲得一下效果 一 你場上類別為天竹鼠的生物 在攻擊狀態下 不會受到對手攻擊而退場 二 你場上類別為天竹鼠的生物 攻擊力增加100 天竹鼠北藤貴發揮效果 攻擊力加100 使用圈套卡 便是圈套卡 使用圈套卡有兩個條件 條件1 圈套卡必須在場上發動 在你回合時 你可以先埋下圈套 埋下圈套的方法為 把卡片背面朝上放置進場 好了 我們埋好圈套了 圈套埋下後 在回合結束前都還不能用 等到對手回合 就可以把圈套卡翻開 使用圈套了 使用圈套卡需要能量 使用圈套卡時 你的場上需要有能量足夠的生物卡 你需要至少兩個能量的生物 我們可以看到天竹鼠北藤貴這邊 有四個能量 能量是足夠的 發動 我好想射射 終於可以衝康頭刀了 讓我們來練習佈置圈套吧 覆蓋圈套 回合結束 輪到你了 頭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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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覆蓋兩張圈套 好的 我的回合結束 換你了 北藤貴 召喚生物2 如果回合開始的時候 你的場上已經有生物了 場上生物能量的總和 就是你這一回合可以使用的資源 這裡我有一張天竹鼠偷刀 跟一張天竹鼠北藤貴 總共有4加4等於8點的能量 所以這個時候 我可以召喚我手上的天竹鼠達摩 天竹鼠達摩能量為8 所以這個時候我是可以使用他的 如此呢我就可以在場上有生物的情況下 把我手上的生物打進場了 那我們來實際演練第二種生物召喚方式 我的場上有4點能量的天竹鼠北藤貴 所以我就回合有4點能量 再次召喚天竹鼠北藤貴 天竹鼠北藤貴發動效果 好 這張卡發動的效果是 你場上類別為天竹鼠的生物 攻擊力增加100 所以我們就變成600加上100等於700 哈哈你中計了 我要使用圈套 使用圈套卡 我好想瑟瑟 從我牌庫中選擇一張 還有瑟瑟名稱的卡加進我的手牌中 好 圈套卡用完的時候要放入墳場 我要找的卡是 終於可以射勝了 我要把它加進我的手牌裡 加入手牌後記得把你的牌庫重洗 之後放回你的牌庫區 好了我的圈套發動結束 換我 抽牌 使用咒語卡 辨識咒語卡 看到右上角有一個六芒星符號 這就是咒語卡喔 你只能在自己的回合 從手牌施放咒語卡 費用 規則同圈套卡 讓我們使用咒語卡吧 場上有天竹所抽到能量4 使用咒語卡可以射射嗎 可以射射 費用為2 所以我可以使用這張卡 發動可以射射嗎 好我現在丟一枚硬幣 如果硬幣是正面的話 我可以指定對手藏上一張生物 獲得其操控選擇到回合結束 如果是版面的話 選擇自己藏上一張生物卡 把它丟到牌庫的最下方 丟硬幣吧 正面 哈哈 北騰貴你慘了 選擇你的天竹主北騰貴 我要讓他轉移操控拳 到我的手上直到回合結束 哈哈 你現在是我的阿北騰貴 好現在我場上控制的生物能量總和為8 所以我這回合有8點能量可以使用了 去吧我的死前天竹主頭刀 我的王牌死前天竹主頭刀進場 發動死前天竹主頭刀的效果 到這張卡片進入我的場上 從牌庫中搜尋一張天竹主頭刀 然後把它加到我的手牌中 好從我的牌庫中把天竹主頭刀加到我的手牌裡 好加入之後 一樣記得把自己的牌庫洗牌喔 現在我要把我場上的天竹主頭刀 轉變成為攻擊狀態 每一回合你都可以把你自己的生物 從手背變攻擊 或是從攻擊變手背 都可以轉變一次 好 接下來 我還有做一卡要使用 使用我的偷刀賣謀 我現在場上能量總和已經遠遠大於4了 所以我當然可以使用我的偷刀賣謀 偷刀裝可愛 指定對手展示手牌 北同貴幫你的手牌給我看 好啦你要去啦 好我要從裡面挑選一張不是生物的卡片 然後使用該卡 如果我能夠使用那張卡片 我就可以立刻使用它 如果不行的話 我就要把它還給你 好我現在看看你的手牌上面有什麼可以用 欸有我要挑選 終於可以射射 立刻使用它 使用終於可以射射 終於可以射射的效果就是丟硬幣 好正面 哈哈慘了 北同貴你慘了 你的生物卡全部都是我的啦 丟出來是正面 選擇天竹鼠北同貴 轉到我的操控權 直到回合結束 好你的卡片用完了現在還給你 丟進你的墳場 哈哈北同貴你看 你死定了 現在全部生物都在我的場上了 北同貴現在轉移到我的手上 所以現在我要發動北同貴的生物效果 操控天竹鼠攻擊全部增加100 總共可以增加200 看我的發動攻擊 攻擊 當你的回合場上有生物的時候 你可以讓他們發動攻擊 每回合每張生物卡可以發動一次攻擊 傷害計算 了解傷害計算的時候 然後我們必須先了解生物的數值 每張生物都有攻擊和守備數值 來這裡 攻擊力 就是400 然後守備力就是600 左邊代表攻擊力 右邊代表守備力 那如何發動攻擊呢 首先輪到你的回合的時候 每張呈現攻擊的生物都可以發動一次攻擊 天竹鼠北同貴攻擊 攻擊你的天竹鼠偷刀 如何阻止對方攻擊呢 如果對手發動攻擊的時候 你場上擁有生物 那對手只能選擇你的生物為攻擊對象 所以要阻擋生物攻擊的唯一方法 就是用你的生物去阻擋對方 我場上有偷刀 所以我用偷刀去阻擋 好 如果對手回合發動攻擊 而你場上沒有生物可以應戰 那對手就會直接攻擊到你 就會損失一次生命值 那當五點都損失的時候 你就輸掉遊戲了 對啊 被打到了 損失一點生命值 好 那生物互相戰鬥的時候 會因為數值差異 產生幾種結果 首先 第一種狀態 雙方都是攻擊狀態 這邊有兩張生物卡 一張是頭刀 一張是北藤貴 如果北藤貴發起攻擊的話 會狀況如何呢 好 這邊呢 是攻擊力400 VS攻擊力500的狀況 會發生什麼事呢 首先 不論何者發動攻擊 一定是攻擊力比較大的人勝 那戰敗方的生物卡 就會被送入墳場 啊 抽刀不見了 那如果攻擊力狀況是一樣的呢 呢 則會兩個 雙方同時都進入墳場 對攻擊400 VS攻擊力400 兩敗聚傷 對啊 兩張都聚聚了 再來呢 如果攻擊力 高於守備力的話 例如說 天竺鼠北藤貴的守備力是500 史前天竺鼠的攻擊力是600 他的攻擊力大於守備力 則守備方會被送入墳場 史前天竺鼠偷刀攻擊 那如果攻擊力低於守備力的狀況呢 例如說 我要用天竺鼠北藤貴去攻擊天竺鼠偷刀 偷刀的守備力是600 北藤貴的攻擊力是500 那呢 雙方都會留在場上 可是攻擊方 因為攻擊失敗 他會變成守備狀態 那如果 那如果 攻擊力跟守備力相等呢 一樣 攻擊無法成功 會變成守備狀態 以上呢 就是生物的傷害數值計算 現在讓我們來進行攻擊吧 好我是偷刀 現在我場上有四張生物卡 你的生物都是我的啦 肥腾歸零 慘啦 完蛋啦 我要全部攻擊你 發動攻擊 你損失了4點生命值 好我的回合結束了 那剛剛有兩張卡片是跟你借過來的 所以現在要把它還給你 好你的天竺鼠北藤貴還給你 好 回合結束 數值回歸 來 是我 抽牌 使用圈套卡 使用老闆這隻裝起來 指定目標在場上的生物卡 使其永久呈現守備狀態 我要指定你其中一張天竺鼠北藤貴 永遠變成守備狀態 轉步回來 來 指定 改成守備狀態 好我的圈套發動完畢了 把它放到墳場 繼續執情攻擊 每個位攻擊使前拖刀 啊我的拖刀危險啦 我的使前拖刀 可惡 可惡我拖刀死掉了 我一定要報仇 輪到我了 抽牌 我沒有什麼牌可以用 沒關係我先把頭刀轉為守備狀態 場上能量有4點 我再召喚我的天竺鼠偷刀 一樣成為守備狀態 頭刀的守備狀態進場 發動頭刀的效果 手備力會增加100 所以我現在兩隻頭刀的守備力都是800 哈哈看我的銅槍鐵壁我看你怎麼打我 回合結束換你了 好 我來 請用救魚 可以下個嗎 反制 使用反制卡 反制卡怎麼變別呢 這是反制卡 那這個右上角的想定的按照就是反制卡喔 你可以在任何時候從手牌發動反制卡 費用規則同圈 那我試著使用反制卡 使用反制卡 不可以色色 好不可以色色的費用要3點 那我場上有兩張頭刀所以足夠使用 不可以色色的效果 當內有色色的卡片名山入場的時候 我可以使用這張卡 把目標色色的卡片 讓他失去效果 讓他失去效果 好你的可以色色嗎 失去效果 反制成功 好我的不可以色色用完了 所以放到墳場 不贏欸 回合結束 好 換我 抽牌 命運的卡片上手吧 哈哈我的王牌進場你死定了 哈哈哈哈 廠上的能量卡為8 上保的王牌天竹鼠達摩 天竹鼠達摩進場 使用天竹鼠達摩攻擊 攻擊你的天竹鼠北騰貴 我的北騰貴不會因為攻擊上神的 但是我的場上有天竹鼠偷到 所有的天竹鼠生物都不會受到你的卡片效果影響 所以我的天竹鼠北騰貴GG了 掰掰天竹鼠北騰貴 哈哈哈哈 那我攻擊完畢了 回合結束 換你 我 插牌 插中圈套 我好想色色 草米牌褲中選擇一張還有色色名稱的卡 將其加入手牌抽 把鎖米色色拉著讓卡片加入我的手牌 卡片褲長 插中咒魚 可以色色嗎 只硬沒硬幣 若硬幣為正面 指定對手場上一張生物牌 獲得其操控直到回合結束 若為反面 選擇幾方場上一張生物卡 將其放置到牌組最下方 呃...背面耶 衰耶有夠衰 真的是衰 我怎麼講講話 你這個衰的肥腾貴 你看看你 你看看你 你的肥腾貴被放到牌組最底下了 場上什麼都沒有 哈哈輪到我了 抽牌 你的場上什麼都沒有 承讓了承讓了 去吧 天竹鼠打魔直接攻擊別人貴 我還贏啦 你沒有生命值欸 你的臉生命值通通如也 好啦 那以上就是我們的示範 除了以上示範的卡片以外 還有一種類別的卡片 場地卡 剛剛我們有一種類別的卡片沒有講到就是場地卡 場地卡呢就是 放在這個地方 自己跟對手 都可以有一張場地卡放置的空間 那如果你想要使用場地卡的話 那怎麼辦呢 首先我們認識一下場地卡 有一棵樹的這個圖案就是場地卡 他的費用跟其他的卡片一樣 都是使用你場上的生物能量 像這張有橘子的攝影棚 如果你想要使用他的話 你的場上的生物必須具有 超過3或是等於3的能量 好 例如我的場上有天竹鼠打魔 他有8點的能量卡 那這個時候我就可以用 帶有橘子的攝影棚 那如果呢我的場地卡 在場上本來就已經有 我想要打新的卡放進去的話怎麼辦呢 那就是把原本的退場 把它放到墳場裡 把它替換掉 首先如果要使用新的場地卡的話 我必須先把現有的場地卡 放到墳場裡 然後才能打進新的場地卡 以上呢就是我們場地卡使用的規則 特別規則 你是不是有注意到了 許多卡片上面都有寫速度呢 你可以把它視為卡片的階級 速度高的卡片可以影響速度低的卡片 反之速度低的卡片 我把它反制速度高的卡片 那我們舉個例 為什麼沒有我的 這張卡 大家可以看到它是圈套 然後它的速度是一速 一速呢 是我們目前最基本的速度 所以如果你想要反制對手的這張卡片 那你只要用 二速以上的卡片就可以反制它了 四速呢是目前最高的速度 它大部分都出現在反制卡裡面 舉個例 這些速度要怎麼使用呢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兩張卡片 我好想射射是一速 然後第二張卡片是 終於可以射射了 這邊是咒魚卡 它是二速 這兩張卡 它都可以被 四速的不可以射射反制 所以如果有人發動這些卡片 不可以射射 都可以反制它們其中一張 因為呢 不可以射射 它是反制卡 它是四速的 好 以上呢 就是卡片速度的規範 當你要使用卡片的時候 記得確認卡片的速度喔 這些就是炎寧之卡的所有遊戲規則 謝謝大家一起觀賞我們的戰鬥 讓我們一起成為炎寧之卡大師吧